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讲的题目是金融资产的分类与衡量 我们知道投资理财是现在个人和企业必须学会的一个课题 企业往往会利用剩余的资金做一些投资和理财的一些行为 一般而言的话是买股票或是公司债 我们今天讲的重点的话有两类 一个是金融资产的一个分类 第二是了解金融资产的衡量方法 首先的话我们要介绍企业购买金融资产的目的 大概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的话就是他可以买一些股票或公司债 是运用短期过剩的资金加以获利 而且保持适当的流动性 第二是长久获得定额的报酬 第三个的话是意图控制被投资公司 或是和他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关系 所以说的话我们大概可以归类企业的投资的意图 大概分为短期运用或是长期的持有 在了解金融资产之前的话 我们要说把金融资产加以分类 分类的基础大概有两项 第一个是按照投资的标的来分 所以说投资标的的话是说我们购买的话 是债务型的投资标的 比方说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 或是放款 或是债券的投资 或者是权益性的一种金融资产 一般而言就是股票或是认股证 除了按照投资标的来分的话 也可以按照评价的目的 或是会计处理的不同来分类 我们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公平价值变动列入随意的金融资产 我们简称为FVPL 第二的话是持有制到期制的金融资产 我们简称为HTM 第三个的话是被公出售的金融资产 我们简称为AFS 这些缩写的话都是英文原文的一些字母的字头的一个缩写 好 那我们首先介绍公平价值变动列入随意的金融资产 就是FVPL的 这类的金融资产的话 我们在会计上面的话 是按照公平价值来评价 好 那公平价值和账面价值 如果说有变动的话 它的价值变动我们列入随意 就是列入随意表的当期随意 好 它也包括两类 第一种就是交易目的的金融资产 换句话说的话是以交易为目的 经常买进或是卖出来赚取差价的金融资产 最主要大概是这一项 另外一种的话是指定公平价值变动 列入随意的金融资产 就是被指定者的这种金融资产 好 这种资产的话 无论它是否上市上贵 只要它的公平价值可以可靠的衡量的话 都可以在原始入障的时候 就指定它按照公平价值来衡量 归为这一类 再来的话是归为第二类的话 是HTM 就是持有制到期日的金融资产 这种资产的话一般来讲就是债务资产 为什么是债务资产呢 基本上的话因为它一定要持有制到期日的话 必须它是有固定的收取金额 或是有固定到期日的这种证券 而且的话企业有积极的意图 或是有这个能力到到期日的非延伸金融资产 换句话说的话它都不想要卖的 大概持有制到期日 可以按时收本金还有利息的 除了这两类以外的话 还有第三类就是凡是不属于FVP有的 也不属于HTM的话 我们可以归类为所谓的AFS 被公出售的金融资产 这类的资产的话又分为两类 它包括了债务证券 就是公司债为主 还有权益证券 就是股票为主的AFS的金融资产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根据这三类资产 介绍它分别的会计处理 首先介绍FVPL的 FVPL的金融资产的话 顾名思义 它在会计处理的话 第一个就是原始任劣的问题 一般而言的话 要按照公平的价值来衡量 一般的就是所谓的交易的价格 为基础 那对于交易目的金融资产的话 我们对于交易成本的话 就是指手续费或交易税的处理的话 它有两种方式都可以 一种是可以当作当期营业费用 或者是直接当作金融资产的取得成本 来加以入账 另外的话被指定者的话 它的交易成本的话 是一定要按照金融资产的原始成本 去入账的 再来的话是FVPL的金融资产的话 它的期末的衡量 还有损益的认例是这样子的 基本上的话 我们算照资产负债表日 当期的公平价值来加以衡量 这时候不用考虑到处分成本 公平价值的变动 我们可以列入损益来计算 它的科目 我们叫做金融资产评价损益这个科目 对于交易目的的金融资产 有关于股票 就是权益证券的购入 当年度的现金鼓励 我们可以当作鼓励收入 当作我们一个科目 那如果是被指定者的话 债务证券的时候 我们期末按照公平的价值来评价 我们任列利息收入 那这时候不用弹销 益价和折价 益折价的话 我们之后还会再介绍 再来就是有关于 FVPL的资产的处分的问题 如果是股票的话 我们又分为当年度出售的处分随意 我们是用当年的净售价与成本的差额 当作当年度的处分随意 那如果是次年度的处分随意的话 我们是净售价与上期的 期末的公平价值的差额 当作我们的一个处分随意 再来的话是所谓的债券 债券的话是要先任列利息收入 到处分当天 换句话说的话 当天要练习到该期要领的利息 然后把账面价值调整到公平的价值 我们任列了公平价值变动的一个损益 那因为我们经过一个调整 所以说账面价值就等于售价 所以说的话 债券本身就没有处分损益 那至于交易成本的话 我们就当作处分损失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对于FVPL的会计处的一个介绍 那以下的话 我们就由助长同学的话 帮助同学练习题目 好各位同学我们谢谢老师为我们做的介绍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交易目的金融资产的部分 分为股票和债券来做练习 首先是股票的部分 东兴公司于10年2月15日 购入下列股票作为交易目的投资 假设交易成本为0 南亚公司2000股 每股25元 东元公司3000股 每股40元 中钢公司4000股 每股30元 10年7月15日 收到各公司的现金股利 南亚每股2元 东元每股2元 中钢每股1元 10年12月31日 股票的市价为 南亚每股28 东元每股45 中钢每股24 11年7月15日 收到下列公司的现金股利 南亚每股2元 东元每股1元 中钢每股1元 11年12月31日 股票的市价为 南亚26元 东元40元 中钢30元 市作上述股票投资 之相关分入 10年2月15日 购买时 以每股成本 乘以购买股数 加总29万 借分入借交易目的 金融资产股票29万 贷现金29万 10年7月15日 收到股利时 以每股发放金额 乘以持有股数 加总合计 为借现金14万4 贷股利收入1万4 投资当年度的股利 也可以作为股利收入 那10年年底时 要做金融资产评价 由市价与账面价值比 可以算出账面价值比 市价少了3000 所以我们要认列一个 资产评价损失 借金融资产评价损失3000 贷交易目的金融资产股票3000 贷钱118年7月15日 发放股利時 做分录为借现金01万1 贷股利收入11万1 11年12月31日时 要做金融资产评价 由账面价值与公平市价相比 那可计算出有回升利益5000 所以我们做分录为借交易目的金融资产股票5000 贷金融资产评价利益5000 那接下来我们来练习购买债券的部分 中校证券公司于10年10月1日 以98572买入一张面额10万 票面利率4% 半年复习一次 分别为10月1日4月1日复习 12年4月1日到期的公司债 假设手续费税捐等交易成本为0 作为交易目的的债券投资 有效利率为5% 该债券至10年12月31日尚未出售 当日该债券的市价为99600 不含应收应计利息 则任列损益及期末评价如下 10年10月1日购买债券时的分路为 借交易目的金融资产债券98572 贷现金98572 10年底应认列10月1日至12月31日的利息收入 按票面利率4%计算 利息收入等于10万乘以4%乘以期间 可以得分路为借应收利息1000 贷利息收入1000 期末按公平试价 评价公平价值与成本的差额列入损益 期末试价99600 减购入成本98572 有评价利益1028 分路为借交易目的金融资产债券1028 贷金融资产评价利益1028 经过这个分路之后 交易目的证券投资的账面金责额为99600 本期债券投资收益等于利息收入1000元 加债券增值1028等于2028 了解了FVPO的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 接下来我们介绍HTM 这种在金融资产的一个会计的方法 好 所谓的HTM的话 基本上是只有债券的 换句话说的话 我们直接按照成本来入账 那入账的时候 我们直接做持有制到期市金融资产 公司债这样一个科目 另外的话债券的价格 我们要计算的时候 是用到期票面金额的负利限值 加上每期票面利息的年金限值的加总 利用市场利率折现加总而得 这是债券的价格 此外的话 票面所列的金额的话 我们叫做面值或者面额 所付的利率的话叫做票面利率 有人叫做名义利率 或是名目利率都可以 我们要区分投资人所要求的资产报酬率的话 并不是票面利率而已 它是有效利率概念来计算的 有效利率的话 是由市场所决定的 又叫做市场利率或是收益率 好的 那我们要了解一下 这两种利率的关系 如果说是名义利率大于市场利率的话 那么债券的限值就大于面值 我们叫做溢价发行 那如果说是名义利率小于市场利率 那么债券的限值就会小于面值 我们称为折价发行 如果说名义利率等于市场利率的话 那么债券的限值就会等于面值 我们称为平价发行 因为这两种利率的不相等 所以说的话 我们在购买的时候 有时候会溢价买入 有时候会折价买入 如果是溢价买入的话 这时候的话 持有制到期日 它的到期的清偿的金额 就是它的面值 会比购入成本为低 就说我们到时候得到的钱 会比我们当初买的话来得低 这时候的话我们要分析 投资人之所以愿意用溢价 用比较高的价格来买入 那是因为债券它所付的利息 就是票面利息比较高的原因 是这个样子的 比方说票面利息是8% 可是市场利率只有7% 所以说的话 我们每次都领到比较高的利息 8% 所以说我们就溢价买入 换句话说的话 溢价就是投资人 对于发行公司的一种预先的补偿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在会计上面的话 溢价在每期收到利息时候要做摊销 我们减少利息收入 而且和实际的利息来相符合 再减少债券投资的账面金额 到期清偿的时候 溢价就摊销完毕了 这时候投资的账面金额 就会等于债券的面值 所以说我们债券的利息收入 它会有个公式 就是每期的票面利息减掉 溢价摊销 或者说倒过来 溢价摊销等于每期的票面利息减掉利息收入 这是溢价买入 它的一个投资收益的认列的原理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要了解的话 折价买入的话 跟溢价买入的话 事实上的话 是理论是相同的 就是方向相反 所以说它的利息收入 就是每期的票面利息 加上折价摊销 或者说我们要计算折价摊销的时候 是用当期的每期的票面利息 和利息收入的相减也可以得到 好 那至于 溢价或折价摊销的方法的话 我们可以用利息法来做一个分析 什么叫利息法 就是每期期出债券的摊销后成本 要乘以购入债券时的市场利率 两个相成以后得到当期的利息收入 然后我们再用当期的利息收入 减掉票面利息 就是实际收到利息的部分 现金的部分 等于溢价或折价的摊销数 这是我们计算的方法 好 那至于利息法摊销的时候 要决定所谓的利息 利息的话就是说摊销的时候 要先确定购买时候的有效利率 有效利率的时候 有时候题目会告诉你 有时候要自己计算 怎么样计算的话 我们基本上是采用所谓的事务法 所谓的事务法顾名思义 就是要先试试看 看我们所算出来的金额 跟我们所买进的金额答应一不一样 所以说的话 摊销的时候我们先确定 我们的有效利率 是不是两者金额相等 如果金额是相等的话 就是我们计算对了 好的 换句话说的话 事务法可能要尝试很多的利率来计算 直到确定相等的 就是我们所要的 如果说我们在查表的时候 没有办法查到 我们所试的金额 和我们所试的利率相等的话 这是我们要所谓的插补法 插补法的话就是说 利用限制表 我们查利率相对的期间 和相对的金额的话 可以等比例求出这样一个方法 这个叫做事务法 好 这是有效利率一个计算 有效利率计算完了以后 我们再来就是处理 所谓的期末评价的问题了 持有至到期日的债券投资 一般来说都持有至到期日 所以说市价的变动的话 并不会影响到预期的现金流量 所以说期末的时候 就按照贪销后的成本来评价就可以 一直等到到期清偿的时候 债券的投资会到期清偿了 账面金额的话都已经贪销到账卷的面值 所以说的话 在分路上面叫做转销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看到有关于 议价或折价的一个会计处理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由助长同学 帮助同学练习题目增加了解 好 同学我们谢谢老师 为我们做利息法 一折价摊销的介绍 那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练习 HTM金融资产的折价摊销 用利息法来做练习 和平公司于10年1月1日购入信义公司发行的公司债 面额10万 票面率8% 每年6月30日及12月31日复习 于11年12月31日到期 按98206价格 假设交易成本为零 和平公司拟持有制到期日 日后摊销以利息法摊销 购入分入与摊销分入为 10月10年1月1日持有制到期日 借金融资产公司债98206 贷现金98206 那日后以利息法摊销一折价时 应先确定购入时的有效利率 那我们可以使用 事务法和插补法来计算 事务法的话是尝试某一种可能的利率 查表计算是否符合给定的情况 那插补法的话是 如果表上没有这项利率 则查上下两个相关的利率 来求算出真实的利率 那我们本题的话 我们先尝试以年期9%半年4.5% 4.5%事务法试算 先计算到到期值及各期利息 在10年1月1日的限值 首先我们先计算 面值10万利率4.5% 市期的负利限值等于 10万乘以0.838561等于83856 每期4000利率4.5% 4.5% 市期的年金限值为 4000乘以3.587526等于1435年 合计为98206 刚好等于我们题目上的价格 所以我们可以得知 有效利率是年期9% 半年期4.5% 接下来每期期初摊销后 成本乘以有效利率 等于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与实际收到的利息差额 等于因摊销折价 和平公司10年1月1日至6月30日的利息收入为 98206乘以4.5% 等于4419 6月30时收利息4000 因摊销折价419 所以可以做分入为借现金4000 持有制到期日债券投资419 代利息收入4419 那持有制到期日金融资产公司在这个科目 在摊销折价后 成本账面价值增加为98625 等于98206加419 10年7月1日到12月31日的利息收入为 98625乘以4.5% 等于4438 12月31日收到利息4000 摊销折价438 可做分入借现金4000 持有制到期日债券投资438 代利息收入4438 好 有以上的计算 我们可以编一张公司在折价摊销表 可以分为五栏 第一栏为日期 第二栏为借方客目现金 第三栏为代方客目利息收入 那利息收入是等于有效利率乘以上期的成本 第四栏为借方客目持有制到期日金融资产 第五栏为持有制到期日金融资产摊销后的成本 那我们10年初1月1日购入的成本为98206 那利息每期利息4000 那第三栏为例息收入等于有效利率乘以上期的摊销后成本为98206 乘以有效利率可以得出4419 那第三栏为第一栏的现金减掉第二栏利息收入相减后可以得知摊销数 上期摊销后的成本加本期一则加了摊销之后为本期的本期摊销后成本 那下面以此类推 介绍完了HTN金融资产的快递处理 我们接下来介绍被公出售的金融资产就是AFS的投资项目 AFS的投资项目的话包含两种就是属于债务证券还有权益证券 就是债券投资和股票的投资 也就是说的话我们之前所说过的凡是不属于FPL的也不属于HTN的话 可以规则这一类 这类的话我们基本上的话对于权益投资的话是以不超过被投资公司20%的股权在内 才可以适用这种方法 好 首先介绍的债券投资 债券投资的话我们有几项的快递处理先要介绍的 第一个就是购入成本的决定以及各期利息的收入的任务方法 是按前面的HTN的方法是相同的 所以说的话就可以引用到这边来 那它的会计科目的话是用被公出售金融资产 公司债这样一个科目来当做我们入账的金融资产的一个科目 另外的话美琪的话要用有效利率乘以其出的账面价值 就是贪销后成本得出谁的利息收入 然后用这个利息收入再和我们美琪收到利息的现金的部分相减 得到应该摊销的益价和折价的金额 最后的话我们任务利息收入的时候摊销益折价就可以得到摊销后的成本 当做我们的账面价值了 另外的话就是有关于期末评价的问题 期末评价的话我们算到了公平价值来评价 贪销后成本评价这是两者非常大的不同 另外的话公平价值和贪销后的成本的差额的话 就是累积的未实现损益 就是账面价值和市价那个差额是累积未实现损益 这个科目的话是当做股东权益的一个项目 这边是非常特殊的一个项目 请同学特别注意一下 换句话说的话 若说的是AFS的债券投资 我们和市价和账面金额相比那个差异的话 是不可以当做档起损益的 它是属于股东权益的一个项目 另外的话本期应任务的未实现损益 它会等于累积未实现损益 和账上以任务的未实现损益 两个相差的金额的话 是我们本期应该要任务的 以上是有关于债券投资 的一个快递处理 接下来介绍 AFS的股票投资 我们刚才说过的话 是以被投资公司股权 未超过20%以内的话 才可以适用这种方法 否则的话就要适用 我们下一章要介绍的 所以权益法了 这种投资的话 它的目的就是维持公司的一个流动性 一方面可以赚取投资收益 当然它的目的的话 可能并不在于赚取短期的差价 因为它是被供出售 不是交易目的的 所以说的话 它也不是意图长期控制 控制被投资公司 或者是说的话 会影响被投资公司 它的科目的话 我们使用这个科目 就是用被供出售的金融资产股票 这个科目当作我们入账的一个基础 购入成本的话 包括股票的价格 还有其他的备用必要支出 比方说手续费 另外的话 购入以后的现金股利 如果说是属于清算股利的话 那么我们就是贷进这个资产科目 就贷方的话 是做被供出售金融资产 这个科目 如果说不是清算股利的话 我们就当作投资 当作股利收入 投资收入 那在我国的话 投资当年度领到的现金股利 都是去年度公司盈余的分配 所以说在我国的话 投资当年度领到的现金 我们全部当作清算股利 也就是贷方 做贷方金融资产科目 做贷方 如果说收到股票股利的话 就要重新计算 每股的账面金额 就不计算投资收入了 这是我们要特别了解的 此外的话 有关于股票投资的话 期末也是按照公平价值来评价 那和账面的成本上 那个差额的话 也是用累积未实现的损益 跟债序投资相同的 这样的科目来入账 基本上的话 它也是股东权益 一个向下的一个科目 基本上它特别注意一下 它不是属于当期损益的 最后我们也是归纳说 本期因认列的未实现损益 它会等于累积的未实现损益 在减掉账上 已认列的未实现损益的差额的话 当作我们当年度 已认列的一个投资损益 好 那以上的话 这是我们今天 要介绍三种的一个投资的方法 投资的科目的分类 第一个是FVPL的投资 基本上的话 它是按照市价 当作我们的评价基础 和成本那个差额的话 列入当期损益 第二个的话 是按照HTN的债券投资 它的会计处理的话 主要是要用成本来入账 我们要计算它的限制 最主要的话 要测算有效利率 有效利率算出来的利息收入的话 和我们的试价的 和我们这个账面价值的差异 账面价值里的利息收入的差异的话 当作摊销数 至于有效利率的话 要用所谓的差补法 和事务法来计算 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第三个的话 就是AFX的投资 投资的话分为债务 还有股票投资 有关于债务投资的话 它的金额的话 和HTN非常相似 可是并不相同 另外累积维生损益的话 我们是放在股东权益向下 这是我们今天强调的重点 今天到这边 谢谢同学再见